改变海战的黑科技 鱼雷 两枚MK48鱼雷换一个台风集合潜艇 五枚换一个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或者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 你说俄罗斯愿不愿意 都不用想 俄罗斯肯定表示 不要问 问就是不愿意 对于美军而言 一发MK48鱼雷也就是400万美金 而台风集合潜艇和航母 对于俄罗斯而言就是国宝 几千万美元的损失就想换走 俄罗斯肯定是说啥都不同意 只是他说了不算 鱼雷都到脸上了 你觉得还有机会说不 现代海战中 鱼雷通常是偷偷摸摸地打击敌方军舰 被别人拦下来不亏 打到血转 以小博大 拿几百万换敌方几个亿 而单论威力 MK48完全有能力达成上面这个成绩 虽然现在反舰导弹 夺走了鱼雷海战中的王者地位 但鱼雷并不是被淘汰了 而是走向了精兵的路子 少 但是威力大 现在的鱼雷发射后 可以自行控制航行方向和深度 只要一接触军舰就会爆炸 速度快 航程远 隐蔽性好 命中率高 破坏性还大 恢复往日荣光 指日可待 所以这期视频 回忆军就来聊聊鱼雷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世界海军装备开始进化 蒸汽船 铁甲舰等技术 都在那个时代成熟 同时还出现了一项黑科技 鱼雷 鱼雷问世后 就彻底改变了当时海战的格局 之后的海战再也不是谁大谁牛逼 蹲位 口径成为了军舰的配角 船间炮力的铁甲舰们 有了最大的克星 使用鱼雷后战术可以多样化 提高攻击效果 比如水上水下同时发动攻击 利用导弹 舰炮 空袭等 花里胡哨的水面攻击手段 吸引防御方注意 真正的有效打击却从水下发动 即使鱼雷无效 也可以作为干扰 打乱敌方的防御部署 为水上攻击赢得机会 这种攻击模式在当时 那个防御还不是很完善的时代 基本上无敌 双方在水面打得热火朝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鱼雷击沉运输船1153万吨 战备击沉运输船总多位的89% 击沉大中型舰艇162艘 战备击沉舰艇总数的49% 鱼雷凭借着耀眼的战绩 一跃成为了海战中的明星 各国都认为海战选择鱼雷就对了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鱼雷的使用方式就更多了 鱼雷击沉运输船1445万吨 击沉大中型舰艇369艘 二战期间 死于鱼雷之首的航空母舰就有17艘 专门攻击舰艇薄弱的水下部分 因为重型鱼雷就能将3000吨的大型军舰拦腰折断 其中德国潜艇狼群的无航纪电动鱼雷 日本为偷袭珍珠港而专门改装的潜水鱼雷 以及号称水下长矛的930鱼雷 都是战场上的主角 到了近代鱼雷也没闲着 1982年的鸭阿玛岛海战 鱼雷再度大出风头 英国核潜艇用两枚二战时代的老式鱼雷 就击沉了阿根廷海军第二大舰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 而配备德制SST4型鱼雷的阿根廷海军 常规潜艇胜路易斯号 就吸引了英特混舰队全部反潜力量的注意力 鱼雷完全可以说是赌博界的典范 我可以输很多次但赢一次就够了 几百万美金换敌方上千万 甚至是上亿的损失 为什么鱼雷那么强 威力比反舰导弹大那么多 鱼雷的前身是一种诞生于19世纪初的撑杆雷 撑杆雷用一根长杆固定在小艇停手 海战时小艇冲向敌舰 用撑杆雷撞击爆炸敌舰 活脱的自杀式袭击 自损500伤敌1000 虽然不亏但是绝对说不上传 毕竟自杀式袭击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就算当时的防御再差 暴揍一艘小舰艇还是没有问题的 等到1864年英国的工程师 怀特黑德就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枚鱼雷 也就是白头鱼雷 压缩空气发动机带动单螺旋桨推进 通过液压阀操纵尾部的水平舵板 控制航行深度 速度很慢 射程很短 只有640米 注意这个640米是最大距离 通常情况下为了保证命中的精度 军舰都是在100米左右才会发射鱼雷 此时使用鱼雷打击敌方军舰 虽然不是自杀式 但是很相似 毕竟100米的距离 就算是金刚拿着机枪 也会有机会打爆敌方军舰 这种方式很明显 不适合反潜反舰越来越强的军舰 等到20世纪初的时候 鱼雷就进入了热动力时代 使用开式半开式或者B式循环发动机 将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机械能 将鱼雷的航速提至65公里每小时 航程达到2740米 一跃成为了能与剑炮battle的武器 热动力鱼雷的优点是 航程大 航速快 噪音也大 并且会产生明显的航迹 不利于隐蔽 在战场上的时候 巨大的声音和航迹 就等于在敌方脸上左右横跳 嘴里还喊着来打我呀 敌方肯定能满足你这个奇怪的要求 直接拦截甚至是秦贼先秦王打击军舰 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 鱼雷就采用了电池组推进 也就是电动鱼雷 这种鱼雷不受海水被压的影响 前身大 无航速 噪音低 但航程短 航速低 正好与热动力鱼雷相反 有不同螺旋桨推进的喷射式鱼雷 一种是喷气的 一种是喷水的 俄罗斯暴风雪超空炮鱼雷 使用火箭发动机 最高航速达到200节 注意超空炮鱼雷 这个就是鱼雷的一个发展方向 看起来鱼雷也就是隐蔽性好一点 为啥威力比反舰导弹大 最直观的原因就是鱼雷的战斗部更大 比如鱼叉总重量1110公斤 结果战斗部就只有221公斤 而美军的MK48重型鱼雷的战斗部 达到了290公斤 虽然差的不多 但是打击方式与爆炸效果却是天差地别 现在的反舰导弹打击目标时 都是开瓢打法 摧毁敌方的大脑 攻击舰船水线以上的侧旋 以及上层建筑 摧毁舰船的重要舱室和电子设备 这样舰船虽然没有沉没 但是结果差不多 基本等于一个植物人 啥都干不了 根本不用补刀 而鱼雷与导弹完全不同 反舰导弹的爆炸是在空气中 空气是可以压缩的 对爆炸的威力起到了缓冲作用 而鱼雷是在水下爆炸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35倍 能将爆炸产生的威力 完全传递到目标上 所以只要不是阉割版正常发育的鱼雷 威力都比反舰导弹要大 但是鱼雷比较阴险 通常是后入 在舰底爆炸后 冲击的能量可以以每秒 6000到7000米的速度迅速膨胀 强大的冲击波可以直接击穿船底 并进一步的冲击其他舱室 直接拦腰斩断 按美军要求MK48 只需要命中1到2枚 就可以彻底摧毁一艘 台风级核潜艇 命中5枚就可以摧毁 尼米兹级核动力号航母 只是鱼雷威力大归威力大 但是在当前各国的海军发展中 都是将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 作为重点 鱼雷的王座已经被导弹夺走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二战后 声纳探测技术的发展速度 跟起飞一样 十分的迅速 导弹的优势在于它的速度和精确打击 鱼雷的优势就是隐蔽 可现在鱼雷的优势 随着水下技术的发展 早就快丧失完了 比如水下声纳系统 只要你的鱼雷刚一出发射管 它的轨道就被算出来了 军舰很容易避开 就算是发射时不被发现 它本身的准确度也比不上导弹 还有这是鱼雷的速度 反舰导弹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估计鱼雷还在半路上烫头 造成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 就是水的密度大 这种不可抗力 导致鱼雷的速度远远逊色于导弹 这里边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那就是射程 导弹的射程近一点的100多公里 远一点的200公里以上 可是鱼雷呢 按照现在的反舰技术 军舰在进入潜艇的鱼雷射程之内的同时 可能潜艇早就被人发现了 那样潜艇就只能选择勾带 在这种情况下 水面战舰可以用声纳探测到 更远距离的潜艇目标 而反舰用的鱼雷 却无法展开远程攻击 又或者需要较长的航行时间 才能抵达目标区域 留给地方潜艇的反应时间太长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 可以将鱼雷快速的投放目标区域 可以 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将鱼雷和导弹结合 再发射初期 在空中飞行 等到快接近目标时 采用入水的方法 规避密集阵防空火炮的攻击 最后采用鱼雷的攻击原理 来攻击敌方军舰两全其美 当然这个想法并不是火力军饷的 而是早就有了 这种鱼雷叫做火箭助推鱼雷 也就是反舰导弹 它是一种导弹和鱼雷相结合的反舰武器 与鱼雷相比 反舰导弹的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 非常实用 阿斯洛克就是最著名的 其实就是将导弹的战斗部 换成了MK46型鱼雷 注意不是MK48 46的口径小一点 是324的 48是533的 这种方式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研发有点难 比如其需要两种助推方式 一种在空中飞 一种在海里游 而且还要注意流体动力学 水流体和空气的是不一样的 既要注重空气动力学 又要注意在水中的 比如要获得很低的空气阻力 你的气动外形就要好 要流畅 头部最好是尖的 这样能更快的撕开空气 而鱼雷如果采用尖头 会产生空气泡 对寻地制导系统有很大的干扰 这样一来 就只能把鱼雷用整流罩包起来 作为导弹的战斗部了 有难度归有难度 但是效果是真的好 反舰导弹由于采用了新的推进方式 和新的推进技术 飞行速度更快 射程更远 比如海长矛反舰导弹 使用大力神助推器 最大射程由55公里 增加到100公里以上 超伊卡拉和米拉斯反舰导弹 都以固体火箭发动机 和涡轮喷气发动机 相结合的方式 大幅度提高射程 在速度上 反舰导弹也是独树一致 可以在2到3分钟内 将其战斗部快速投送到目标上空 目标潜艇难以发现 或来不及躲避 直接把伤害吃满 比如把自家军舰上的 8枚鱼雷发射出去 也许是16枚 潜艇根本无处可逃 而且这种还能对付航空母舰 虽然命中率只有80% 但是只要1枚 就可以重创航空母舰 3枚到5枚 就可以报销它了 这种鱼雷的射击方式很特别 它先下沉到水下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斜着向上 对目标发起攻击 直接命中潜艇的水下薄弱的地方 简单但是有效 而且反潜导弹在发射平台 和发射方式上 也玩的比较花 不仅可以从水面舰艇 潜艇上发射 还可以从固定翼反潜机 旋转翼反潜直升机上发射 比如俄制奥利尔M 在发射方式上 还能用垂直发射方式 美国的阿斯洛克海长矛反潜导弹 俄制SN19舰载反潜导弹 等都是如此 同时也可以选择将发射反潜导弹的两种方式结合 弹道式反潜导弹飞起来加速快 而巡航式反潜导弹射程更远 二者结合起来 反潜性能更好 如米拉斯导弹的空中弹道 可分为助飞爬升 巡航制导和战斗部入水三个阶段 在助飞爬升阶段 由固体火箭发动机助推 起飞时间短 在巡航阶段 由涡轮喷气发动机推进 能够修正航向 并具有略海飞行能力 在战斗部入水阶段 则由发射舰根据目标距离 下达发动机关机指令突然减速 靠惯性将鱼雷抛出 打开降落伞使鱼雷减速入水 可惜这种反潜导弹说起来简单 只是在鱼雷上加上了一个火箭发动机 但是研发难度非常高 火力军上面也提到了 反潜导弹主要是由常规弹道式 或者是巡航式导弹的鱼雷组合 在反潜导弹的研制过程中 鱼雷和导弹分离技术 鱼雷入水技术目标探测技术 都需要具备一般人玩不起来 除了普通鱼雷和反潜鱼雷 鱼雷界还有一个大哥 核鱼雷顾名思义携带核弹头的鱼雷 在这方面最近名声最大的 或许就是俄罗斯的波赛东核鱼雷了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一枚波赛东核鱼雷就可以摧毁半个美国 单论鱼雷的威力 这自然是不可能 但毕竟是核武器总要有些优待 俄罗斯的想法 一旦美俄开战 波赛东核鱼雷就在美国海域爆炸 然后引发海啸 摧毁美国一半的土地 火力军也就只能说普京想的有点多 咱们就事论事 波赛东确实挺强 与传统鱼雷相比 波赛东核鱼雷最出色的就是速度和前身 威力就不多说了 毕竟还是核武 我们尊重一点好吧 它属于是水下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核动力推送 一万公里的航程 轻轻松松 加上超空炮技术的加持 速度也不低 一百节 另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前身达到了一千米 目前世界各国的反潜玉雷下潜速度 也就600米左右 各位觉得强吗 确实挺强 有用吗 只能说有点用 美国军方对俄罗斯的各类超高音速武器的反应比较大 对波赛东其实并不是很关心 俄罗斯想要发挥波赛东一千米前身的优势 就只能让波赛东自己玩 自己从俄罗斯出发 然后来到纽约 诺福克或者是佛罗里达州外海 一旦开战就引爆波赛东 给美国来一个先发制人 先不讲波赛东能不能顺利来到美国外海 想要实现这个场景 波赛东就需要和俄罗斯最高统帅之间 保持可靠并且秘密的通信链路 现在的俄罗斯估计还没有这个实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导弹核潜艇携带波赛东 再战时用核潜艇发起攻击 这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有啥区别 鱼雷威力更大 不不不 到核武器这个级别 导弹和鱼雷威力的差距就已经无限缩小 反正是战略核武器没啥区别 洲际弹道导弹都躺平了 没必要害怕一个鱼雷 那么未来鱼雷该如何发展 首先就是要更注重潜水使用技术 在冷战时期以美苏对抗为主格调 海上战场应在大洋上 故当时的鱼雷发展均突出一个大深度 冷战结束后 近海 滨海的潜水区渐渐成为了主战场 其次加强隐身技术的研究 不断降低噪声并研制低截获率的声波自导装置 安静型鱼雷才是鱼雷研究的焦点 比如在当前电动力和热动力的基础上 注重开发新型能源的动力装置 特别是超攻炮技术 该技术可以使鱼雷跑得更远 速度产生质的飞跃 把当前50多节的最高速度提高到200到400节 最后就是实现精确制导的智能化 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实现编程和高速数据处理 进行有效的目标识别 增强电子对抗能力 提高攻击效果和命中精度 当然爆炸才是男人的魅力 采用新的爆炸技术 加强鱼雷战斗部威力 也不能忽略 例如加装太尔蓬活性材料后 鱼雷一旦爆炸 活性材料就会因为首先碰到潜艇核体 然后产生巨大的热量烧窗壳体 随后的爆炸冲击 就可以在前面烧窗壳体的基础上 将潜艇击毁 总的来说 虽然现在的鱼雷因为射程太短 被反舰导弹抢去了主角光环 但随着先进燃料和发动机的不断发展 未来拥有超远射的自主导航能力的鱼雷 仍是现在军舰潜艇的噩梦 甚至有可能让水下重型装甲重新回归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关于鱼雷还有什么看法 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请各位在视频下方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